一下柯文哲真的來到陸戰的階段囉 最後二十六天也應該要了啦 我們請教一下冠婷 柯文哲在臺南 不曉得你們平常在臺南造勢多少人 我們來看一下柯文哲現在含五萬人 李正濃算出來了碰轟 最多四千人而已 然後就發現有一些旁邊的住戶 就說原來他把觀光客都算進去了 好 柯辦說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沒有把他們算進去 就真的是這麼多人啊 真的嗎 我先講台南那一場柯文哲的整個陣營 是非常的開心 你看到他們所有的黨公子 幾乎每個人的臉書上面全部都分享 人好多 柯文哲好讚 實際上李正濃去認真算了那個人數之後 把一個一個算出來 說真的大概就是幾千人 這個場合 而且後來引發了重大的爭議 因為這是在商圈裡面 所以附近很多店家 大家覺得說 怎麼會影響我們做生意 我先講柯文哲為什麼現在急著 一直要告訴大家說我有很多人 因為事實上就是人不夠多嘛 所以他現在要證明大家說 我現在柯文哲到的地方 我還是有群眾魅力的 我人可以到很多到現場 所以這一場喔 如果真的以一個總統參選人的規格啦 比方說賴清德或蕭美琴 現在基本上我們不要講說什麼人比多少啦 可是真的其實現場上萬人的場子是非常多 那以一個總統參選的人如果以他這一個在台南的這樣的人數 其實大概是三四千人或頂多四五千人 其實不能說你多少 可是也不會有人把他當成是一個重大的掌握來講 可是柯文哲現在說真的可憐啦 可憐到現在把一場競選活動的人數 可以拿來吹嘘縮嘴 甚至他的黨工程和幹部 可以把他當成是重大勝利來講 甚至有一些支持柯文哲的人會講說 柯文哲因為這一場的成功 然後未來他的民調可以繼續往上 這我們都尊重了 可是會不會是太自我感覺良好了 沒有人會這麼輕鬆啦 把一場這種活動就當成是重大勝利 可是我覺得觀察到一個點喔 吳欣盈的一個角色 在這場選戰中感覺有變化 我們看到這幾天吳欣盈出席 這種民眾黨的重大肇事 正常來說總統參選人講話最長 副總統第二場 再來就是立委或地方 可是沒想到吳欣盈居然被限縮了講話的時間 他發言居然只有五分鐘 這是非常不尋常的 好 雖然這個柯文哲台南肇事被抓包說 可能在人數上面有點碰空 但要請教一下董豪哥 因為我看一下最近民調趨勢 柯文哲的確是比十四趴好一點 現在有接近二十趴 該不會現在這樣子嚇他亂打 真的有打起來吧 好 你看陳沛基就說 柯文哲是媒體弱勢 多弱勢呢 這關媒體什麼關係 你碰空我抓到 要下次變身 蔣經國陳定南誰誰誰 變來變去 這個對他來講有好處嗎 先講一下 柯文哲的媒體弱勢 是他自己的選擇 為什麼要選擇 比如說他他可以派人來三立 那不要啊 這是你自己的選擇嘛 那是只有在三立遇到這個狀況嗎 不是 我過去也有其他節目 原來有民眾黨的發言 不邀請他 當然不要 我不知道 就是忽然間 忽然間有幾個禮拜都沒遇到 就是說媒體這件事情啊 電視台不會說不邀請 我今天要封殺你 我不讓你上 不會嘛 那大家會有不同意見 那你你上了 你就有一個發聲的管道 這第一件事情 所以媒體弱勢這邊 有一半以上的主動權 是在柯文哲自己的決定 那當然你你的人越多 你上上節目幫你講話 你就越多嘛 第二個是柯文哲 不會是媒體弱勢在哪裡呢 因為他永遠有聲量 他永遠可以創造話題 那唯一的差別就是說 你看你現在看到柯文哲 不管在台南或者像昨天在桃園 他不會很少 但是他有沒有大到非常大 也沒有 所以他一定存在的 台南那場柯文哲是說 他們沒有願吃 可是我因為剛好那 我不知道是隔天吧 我聽台南那邊的 相信講說 他們不確定 我會想想不確定 但是在那個 那個 不要是在那個海安路 還是旁邊另外一條路 他們有看到幾部掛著臺北 北部的新竹 或其他地方的大型遊覽車 大概有個六到八台 六八台也沒有很多 也不算太多 也不算太多 那你比如像台南 因為你是不是本地人 人家當地人會知道嗎 對 好像就是好像各地都有人來 就是說你 但是場子 因為封街看起來也不錯 那同一天 禮拜天 比如說在那個 誰那邊 就是 苗栗那邊 小英跟賴清德 他們還有 還有那個 那個夏美琪 他們都在台南 那像庭妃 陳廷妃 你知道陳廷妃那個不是風街 他就是一大片廣場 那一大片廣場 你就看過去 那個也很好算 那個也很好算 那個氣勢 你看到這個 因為他是比較窄一點 所以他拉的是長的 看起來畫面會好看 但是平面沒有阻礙的 所以你說這個算是柯文哲人氣有歸對嗎 他有個基本 可是像停飛那一場那樣 直接一個大平面 很大的一個平面整個撲過去 本地人一看就知道 可是其實目的柯文哲是做宣傳的 就是他告訴你什麼 我沒有崩掉 我的基本 我的群狀是還是在的 那桃園那個也是 桃園那個也是 那像我們家 我租房子是在龍心花園 龍心花園對面 現在是所有的候選人都會去立委啊什麼 那主要其實龍心花園那種場子 基本上是立委辦的 然後總統候選人會到場 其實前上個禮拜吧 應該是柯文哲那邊也有在那辦一場 就是說比如像王洪威啦 謝沛芬都有在那邊辦 那柯文哲他們辦的場子 有一個比較跟人家不一樣的 他們比較悲憤 他們很悲憤 比如說選舉選完後面 當然主持人都會聲勢力竭嘛 來賓都會聲勢力竭嘛 像王洪威的場子一定把民進黨嘛 然後民進黨的場子 像雙美琴 他們來大家一定要歡呼啊 然後一定要拼國會過半 柯文哲的場子 比較不像我講的這一種 他有點悲憤感 有點悲壯感 為什麼 就回到他們自己本身的主觀 他覺得我是弱勢 我好像被欺負 那這個時候的情緒 他們會比較凝固 可是缺點是什麼 因為因為你覺得你被欺負 你覺得你覺得我有委屈嘛 我要對外拓張的時候 什麼樣的容易比較容易對外擴張 就是人家願意接受你 願意接觸你 不管你是支持侯友宜 還是支持支持支持賴清德 就是你跟人家 人家願意跟你接觸 不會覺得說怕怕的 柯文哲的支持者 因為那個悲憤感太強 因為我們那個龍星環園 晚上都有人在那邊慢跑 所以當你覺得你太委屈的時候 你對人會有那種提防感 人跟人之間會有 我們會有維持 會有一個感覺 就當你你一直覺得 外面對你不友善的時候 那個保護 你釋放出來的那個氣氛 就會很自我保護 所以在三組候選人 你可以看到這個東西 那當然現在是拼陸軍嘛 那柯文哲場次沒辦法像賴清德 他那麼多 像那個我那天我在台南遇到王毅川 我看王毅川跑到快瘋掉了 已經瘋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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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像我昨天有去桃園 你知道那個劉仁造的那個場子 他他不用悲憤 他是有一群媽媽大姐 在他們就是一方面支持劉仁造 一方面支持賴清德 然後很快樂的跳舞比賽 那種氛圍你知道嗎 那種氛圍比較容易擴散出去 因為那個你看到好多好多的 那個那個大姐們在那邊跳舞 他們平常就跳舞 我到了那邊才知道說 原來這邊跳舞人口那麼多 那種那種對外釋放出去的氛圍 會跟柯P他們那種 就是有委屈很內懼 會完全不一樣 在那邊